子弹班箭头直穿甲露心脏 是什么武器 让中世纪欧洲士兵备受青睐 欢迎来到美国最大型的真人比赛 断刀大赛第五季第21集 大家好,我是安哥 参赛选手要根据裁判给出题目 打造出现象的武器 然后完成各式各样的考核 冠军可以获得一万美金的奖励 班、老白、乐哥等三位评委早已经就绪 欢迎挑战者们登场 杰弗、杰迪、约翰、孟可 四人将在端工坊展现自己的断刀记忆 三回合制,每轮淘汰一人 最后剩下的夺得冠军头衔 摆布下面是全新的钢板 三种不同的材质与厚度 第一回合要求至少用其中一种 锻造9-11英寸的大马尸格刀 十分钟设计三人的锻造 几时开始 三种钢板材料分别是 1075钢、1095钢和20钢 都属于硬化钢 差别是做出来的武器颜色各有深浅 结底计划的是露营刀 拥有又薄又锐利的刀锋 用来穿刺 孟克要做典型的暴力猎刀 只要能简单通过测试就好 约翰的刀是萨克逊瓦刀 有漂亮平整的刀锋 适合砍剁 杰弗设计锻造一把厨师刀 刀身很厚 适用于各种削切 设计完毕放下图纸 选手们立刻着手锻造 锻造关键之一就是材料的用量 钢材太少 武器无法延伸 钢材太多 浪费时间加热 约翰将切割好的钢片排好顺序 九五钢做刀锋 剩余钢片打磨色的刀身 这样做会让刀身拥有纹路 测试时刀刃更加耐久 选手们同时焊接完毕 接着用端造炉加热 杰迪不想耽搁太长时间 用动力锤拉好加热钢板 开始着手锤打塑形 孟克的端造炉让他困扰 封闭严重 被压过大 导致火焰从中间燃销器窜出 他需要抓紧时间 适应端造设备 一小时过去 杰弗不能纯熟运用钢材的用链 取出来的钢板过于厚重 只能通过动力锤不断打包 结底要把大马尸额刀设计成阶梯纹路 目的是移出一些材料 纹路达到内部造出不同颜色对比 加热后 再用动力锤填满凹槽 约翰算错了钢材总量 他的材料要比制作一把长剑还要多 决定切割机切除尖端 顺便再抹掉些材料 杰弗也开始着手阶梯式纹路 但是切的不够深 锤造出的纹路会隐藏于几下 刀刃下面什么也不会有 时间仅剩一个小时 相比较猛可的锤刀速度要慢上许多 他想把钢坯折叠起来增添刀的纹路 如果这个做法行不通 他将没有机会完成这把刀 结果还是因为钢坯太厚没办法折叠 只能切掉一部分重新锤造了 相反 杰弗已经准备好关键的脆火阶段 从铜里取出来的武器看起来不错 他得到自己想要的形状 约翰也紧跟着开始脆火 刀身形状完好 接下来打磨光滑便可 测量好刀身的孟可追赶上了进度 随后将刀刃放进脆火油中 武器坚挺笔直 最慢的杰弗并没有掉队 脆火后的结果非常不错 很平整 看来四位选手今天的竞技状态直接拉满 每个人利用最后的时间进行打磨 随着十秒倒计时 第一回合锻造环节结束 选手们停下手中的工作 轮到评委组检验他们的作品了 杰弗的厨师刀稍微有些研磨翘取 刀尖周围还需要打磨打到平衡 但是握起来很舒服 截敌的录影刀拥有斜角 踢行紋路 很棒的尝试 唯一的缺点就是刀戟有条磨削线 约翰的萨克逊瓦刀握感很好 侵略性上扬刀尖设计 用来爱穿刺肯定没问题 孟可的暴力猎刀 老白很喜欢的挺刀 但在测试后发现 刀身短了四分之一英寸 第一回合的结果显而易见 孟可被淘汰 虽然铸造的武器整体不错 但比赛规则就是残酷的 三位选手进入第二回合 要求延续第一回合的规则 结合三种不一样的材质做刀饼 三小时时间制作 计时开始 接地计划做隐藏刀根设计 他要将所需材料堆砌混合成一大块 最后在刀尖变细时再做选择 约翰用胶木做支撑 再用痰木胡桃木混合 三种材料有颜色对比 做出来的刀饼会很好看 杰弗首先要减轻刀的重量 基层的分离问题 结地已经选好各颜色的木料 接着用刀肘把它们穿起来 压合在一起 这个做法看起来很有趣 杰弗准备用非洲国王木做刀饼 然后用丰木黄铜做饼盖固定刀根 约翰很多时间花在了手工打磨刀刃 在想起来刀饼时 还养树指已经把刀饼粘到了切割板 还好用刀尖撬开了 如果意外发生 可能会结束他的一切 同样操心的还有结底 在制作过程中 刀直接弹起跳在地上 刀很结实 没有发生意外 希望选手们能在紧要关头 小心行事 杰弗的刀饼制作很顺利 打磨刀锋后 利用剩余的时间 将把武器用酸浸泡 这会让刀刃在测试时更锋利 十秒倒计时再次响起 第二回和制作环节结束 斑将用武器穿刺钢板岩 来测试刀刃的强度和刀体结构 杰弗的厨师刀先来 强而有力的敲击下 刀尖完好 刀刃少变形 表现可以 杰弗的露营刀刀身很轻 刀尖有点变盾 整体保持不错 约翰的萨克逊瓦刀 在同样的测试下 刀锋保持锐利 其他地方玩好 做得很好 接下来是老白的锐利测试 他会用番茄测试武器的锋利程度 同样是杰弗先来 老白速度很缓慢 稳稳的切开番茄 最后一个番茄 可以看出刀尖变盾了 杰弗的刀已就出色 毫不费力 番茄全部被切开 刀身轻盈 是把不错的武器 约翰的刀也通过测试 虽然测试中改变方向 但横切顺畅 刀刃很锋利 两项测试结束 每一把武器表现都很出色 但比赛规则是散阔的 必须淘汰一人 很不幸 是杰弗 在强度测试中 刀刃还是变盾了 感谢他带来的漂亮的武器 恭喜结底约翰进入决赛 两人要用五天的时间 复制一把经典历史武器 裁判间开恐怖 本集决赛武器 钢制十字弩 是14世纪欧洲著名武器 致命的杀人武器 钢弩的结构 不需要太费力 拉回和瞄准 木制前身更加坚固有力 能穿刺300马以外敌人的盔甲 本次制作要求如下 六只两边都有羽毛的弩剑长度13英寸 弩机构造和旋刀 弩弩必须有锻造的刺和弩 二人回家锻造 几时开始 约翰有过相关制造弩弩的经验 很快就做出了弩的雏形 结底计划也是先打造出弩的主体 U型钢环包裹弩弩弩 拉回来时能保持紧绷 第二天的约翰驾驶铸造弩机 弩机有点像Z的形状 让它的顶部连接底部的滚动罗帽 从木头里选出材料 再放入一块半英寸的低碳钢 铸造 把弩开始加热 完成关键的脆火 用错刀确认后 坚硬 笔直 他很高兴 这比他想象中要好很多 结底希望在第三天结束前 把弩弩组装好 希望用大马师哥钢做箭头 这样他能叠加材料 得到想象的尺寸 但效果并不理想 一整天的时间都浪费在了处理钢材上 约翰于第五天也开始着手制作弓箭 准备两种不同的钢铁做箭头 再用木头做箭杆 他的时间并不充裕 今天必须要做弩弩 组装好测试结果 射出第一支箭并不理想 有点旋转 约翰开始有点担心这把箭的精准度 结底将每一根弩弩弩打磨安装 剩下的就是安装弩弩 用鞋子把弩弩绷紧 再用拖甲固定 制作完毕 测试效果还不错 五天时间显得格外短暂 两位选手带着得意制作返回赛场 乐哥展开杀戮测试 每人两次机会 狩猎甲露心脏部位武器的精准度 结底的弩弩先来 乐哥安装完弩剑瞄准射击 一箭逼命直达心脏 装剑很容易 有瞄准器 可以轻松的集中红心 这把武器能发挥出它的作用 约翰的弩弩在同样的流程下 却射偏了 没关系 还有第二次机会 瞄准射击 我擦 又偏了 武器尾端有弧线 无法放平 根本无法瞄准 接下来是老白的强度测试 目标是两块钢化玻璃后的差点 依然是截低先来 他的第一支剑 没能穿过第一层玻璃 第二支剑上弦 结果也是一样 他的弩弩很好操作 但是剑的尖端没有硬化处理 导致有点磨平了 轮到约翰的武器了 弩剑像子弹一样 轻松穿过两块钢化玻璃 弩剑尖端保持完好 整体结构也不错 非常强劲 最后由乐哥进行风力度测试 水球爆破 检测武器是否锐利 结底的武器表现出色 一穿三 轻松摆平 剑的速度很快 也很锐利 约翰的弩弩 表现的也不弱 依然漂亮的全部穿透 弩剑一路直达墙面 没有任何弯曲 从目前的局面来看 二位选手平分秋色 很难决出胜负 但评委组已经有了结论 本集千锤扁量的冠军是 杰迪 虽然耶和翰的攻准威力惊人 但无法瞄准这个原因 确实致命 让我们恭喜杰迪 冠军之位 实至名归 以上就是端大赛第五季 第21集的内容 本集决赛武器 钢枕十字弩 出色的破甲能力 完全取代罗马标枪 使用杠杆 脚盘 齿轮结构等 机械辅助上衔 采用滚轮结构 让安全性得到保证 曾在14世纪欧洲 宏击一时 成为猎人与军队的 必备武器 在许多电影中 都有他的身影 其中就包含了 波斯王子 石之刃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